豆浆 豆浆在華人的早餐桌上一向佔有重要的地位 它富含的植物性蛋白以及大豆翼黃銅營養價值高 豆浆有維生素D、钾、鎂等營養素 能夠幫助鈣質更好吸收 豆浆對於改善女性更年級的症狀也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想讓豆浆的口感更豐富 可以試著加入可可搅拌後飲用或者是加到其他的食材 做成豆浆麦片粥、豆浆火鍋等等 傳統新吃法健康又美味 正確喝豆浆要掌握以下的原則 一、一天最多攝取800cc 攝取過量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 二、攝取豆浆的同時還是要注意攝取其他營養素 維持身體健康基本需求 三、消化力差、痛風、容易腹脹的人 都不宜食用過量的豆類食物 四、吃全素的朋友 除了多樣的蔬菜水果之外 黃豆製品也是很好的選擇 若是您想要加入豆浆減肥的行列 要記得選擇無糖豆漿才有效喔